我最近也是拍了这个东方幻想剧《狐妖小红娘》 那这个类型的剧你看因为也有很多特效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来跟我们分手 就是学到了很多诗法的手势 比如呢 我们的神火就起来了 一团货就给你打过去了 魔法打败魔法 就不是说用这个刀啊剑啊之类的这种去打斗 因为以前演的可能这种比较多 玄幻题材或者说是偏仙侠类题材的 我也没有尝试过很开心的一次体验 我感觉男生应该都喜欢 看谁的法力这么高强 一二三来 对对一二三 超书